大家好,在2024年10月11日,即是在4日前,Game Freak 遭受到黑客入侵 流出了大量過往舊作的精靈廢氣初稿 主要的流出都是第三世代至第五世代 據說今次黑客洩露文件高達1TB的容量 所以應該會有其他世代,甚至最新世代的情報流出 這次流出的情報大部分都是來源來自Twitter的兩位人士 當然還有其他的,不盡錄了,我盡量找回他們的Twitter給大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留意一下 亦由於流出的情報過多,所以可能會分為幾條影片去到講解 以免影片太長,觀眾們找不到自己有興趣的情報 所以記得訂閱頻道關注這些情報 順便說一下大部分的資訊都是未經證實的 大家可以當作參考圖看看就好 當然這個專頁以往都流出過很多資訊 記憶當中,由以前的太陽月亮開始 就已經一直流出情報了 我覺得有部份的消息都是真實的 事不宜遲,馬上就開始了 我將這些初稿的精靈分為世代 我們先從第三世代開始 第一隻就是這隻雞 大家看到這隻雞其實挺有趣的 那它之後的Pokemon有沒有用到呢? 以我印象中,應該沒有一隻Pokemon是這個樣子的 下一張就是這隻雞的雞 不知道大家對這隻雞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印象 其實這隻雞在官方版上都有原用的 就是這個Pokemon的天氣娃娃 只不過它的樣貌跟現在有點不同 下一張相當明顯 就是這個樂天河童中間的階段 下一張比較神奇一點 這個呢...這個樣子其實很奇怪 對,很奇怪的 作為初稿來說,正正常相 因為初稿的話,沒理由一來就做得很漂亮 但你看到它好像很噁心 但是呢,有一隻雞 就莫名跟它很吻合 現在正在使用的 就是歐雲眼 我想它應該是這隻雞的初稿 OK,好,我看下一張 下一張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橙色和淺綠色的配色配搭 中間是有一隻眼的東西 看外形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呢,從顏色上我們可以推測 這隻其實就是代歐奇希斯的產物 對,但是為什麼會是星星呢? 這樣就不清楚了 代歐奇希斯吧,好,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隻青蛙 據我所知這隻青蛙在日後應該沒有原用 這隻青蛙其實挺有趣 老實說這隻青蛙 我有印象的青蛙在Pokemon裡面 上面都是蚊香蛙 奇樹的電蛙 漸除王,這幾隻 好,下一個呢 這一個其實就是 你看它的外形就是人形的外表 然後它這個頭頂有角落 這個角落其實有點像圓影娃娃 應該是圓影娃娃 只不過它多了一隻腳多了一隻手 它手上就拿著一塊好像月餅的東西 它這個外形在記憶當中 有這樣的動作的話 只有一個歐雲眼 對,歐雲眼Mega進化就是這個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後來就變成Mega進化的歐雲眼了 OK 但這東西其實都很醜 老實說可以 下一個呢 這個呢 這個像素其實真的是第三世代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挺有趣的 就是一個類似... 是不是狸貓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看到它的外形 一些很可愛的氣感 然後這個圖就是一個... 一個船窩的圖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下一個 好,下一個 這是紫色的... 貓油斬 是不是像貓油斬呢? 奇怪怪的 這個顏色其實太鮮艷了 好,下一個 下一個呢 下一個呢 就是一個... 橙色 橙色的豬 頭地有金色的豬 然後下面有三個圓圈 這三個圓圈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隻 這隻就應該是那隻的超能力的豬 超能力豬 但其實我覺得這隻呢 更加漂亮 比它超能力豬彈一下彈一下那隻 這隻挺過癮的 不過可惜它沒有圓圓 不知道之後那些... 會不會有人會把這些精靈放進去... 一些版本裡 OK 下一個 一看就知道了 阿布索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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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阿布索魯這個樣貌 其實就應該是一些角度的問題 角度問題 跟現在圓圓圓圓 阿布索魯 它有紅色、藍色的眼睛 據我所知 阿布索魯應該是兩隻眼睛的顏色都是一樣的 好像都是藍色的 好像都是藍色的 那這隻的紅色是不知什麼原因 不知什麼原因 那它有點像... 混合體 應該是某隻精靈的混合體 好了 下一個就是這隻綠色的物體 這隻呢 給我感覺 其實它之後應該是有原用到這隻的 我覺得個人感覺 這隻應該像是Sun Moon那隻的... 很壞星 很相似 好 下一隻 下一隻就... 不知怎麼平 這隻 奇奇怪怪 它不像Pokemon的精靈 老實說 不太像Pokemon的精靈 也應該沒有一隻寵入原用這個外形 OK 下一個 下一個... 像巨鹹蟹的東西 但是這個因為是第三世代 所以應該不會是巨鹹蟹那些 你看它手上 它這個是一個刺鐵 所以應該是電屬性 我猜應該是水電屬性的一隻精靈 沒有什麼說很大特別 很可惜你沒有原用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都還可以這個樣子 好了 下一個就是這隻 藍色的龍 這隻 藍色的龍 再加下面有一個... 類似皮的東西 那這隻東西 其實給我聯想 可能是黑白 黑白的那個... 惡屬性的那隻 滑滑小指 下一個太大了 太大了 看不到 這個就... 之後沒有原用 類似一隻龜 那樣的精靈 因為太過萌 沒有辦法去到虎 好 下一個了 好 下一個都很容易 一看就知道 這麼突出的綠色眼睛 你就知道 這隻就是沙漠蜻蜓 有一點點不同 跟現在原用的那隻 這裡尾就是白色的 然後這裡就... 感覺上半身這一部分 就好像中間進化階段那隻重 就不像最終進化的沙漠蜻蜓 下一個不知怎麼評 就是一個三個型 跟著笑一笑 他笑一笑的笑容 老實說 好 下一個你看到 縮小一點 他類似一隻蜜蜂 但他的樣子 又有人形的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一隻Pokemon的改版 就是什麼文量 就是把Pokemon的外形 全部變成女生 這個其實有點相似 有點像過一隻 下一個 這隻蜜蜂就... 好像小鳥 但給我的感覺 他應該都是水系的精靈 我覺得他應該有原用到 就是那隻珍珠背進化的海龍 下一個 這個蠻熟悉的 偷了尾 我就猜到 他應該是... 向尾貓 向尾貓 這隻感覺就... 沒有那隻那麼漂亮 那麼有趣 這隻比較像是... 類似Mail怪那種類型 就不像向尾貓那種 下一個就... 這個植物都... 普普通通 其實 應該之後都沒有用到 可能有一點感覺就是 深門的... 女王 那隻 下一個呢 像是拉帝歐斯 拉帝亞斯那種系列 但他給我的感覺 其實是像雀仔類型 也就是說 應該是預三家的最終形態 火焰雞變成了飛行狀態 還好 我覺得還好 好 下一隻呢 就是一隻水系的精靈 那你其實看到呢 這樣看呢 你看中間的形態 你就大概猜到 這個應該是... 巨鳩怪 巨鳩怪 水若魚 但是跟... 現在巨鳩怪相比 巨鳩怪一定好看一點 這隻就... 比較滑稽一點 當然因為初稿 所以大部分精靈的圖 都一定是比較... 就是... 很多東西要再去... 調整 好 那下一個開始 就是幾幅幾幅圖 帶大家看一下 左上的這隻 應該是搞天狗最低的形態 很像... Mario的那隻 蘑菇 右上的那隻 水蜘蛛 這一部分呢 即是他的臉 你還看到 跟現在差不多 但是腳呢 感覺... 腳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印象中記得 然後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應該是這隻進化 蛤... 我猜好像是 好像是這個樣子 好... 不管那麼多 下隻 下隻就是剛才所說 圓形畫畫的歐魂眼的產物 下個... 鯊魚 蜂圓還有一隻鯊魚 就是利亞沙 以及巨牙沙 應該是用了這隻來圓形的 好... 下一個... 這隻就... 大家都熟知了 雖然他跟這個樣子有點不同 念力土偶... 念力土偶... 然後這個是章魚 挺有趣的 但是... 可能再調整一下會好一點 感覺像是哪一隻呢 感覺像是... 幽靈屬性的太陽珊瑚 又或者是那一隻的... 寶拉幽 然後到這個... 這隻兔仔 這隻兔仔呢 他身上... 頭上還有三隻東西 整個外形都... 不知道用哪一隻的... 即是哪隻真實的精靈 真實的動物 因為多數Pokemon都會... 用回現實真實存在的... 東西來參考的 例如Pokemon的... 比較超的... 就... 鼠系嘛... 鼠女嘛... OK... 好...下一張啦... 真的看到嘴咒娃娃了 這一部分就由第一隻開始說了 那麼第一隻... 這一隻呢... 其實就... 卡比之星的一些... 怪物... 也有一點點像是吉利蛋... 這樣... 不知點瓶啦... 應該沒有原用到的 好...下一隻 下一隻就... 比較熟識啦 雲獎... 七夕青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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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一隻呢... 就比較... 怎樣說呢... 現實真實少少少... 沒有什麼卡通的風格... 下一個... 嘴咒娃娃啦... 剛才說了啦... 然後這一塊... 又是什麼呢... 這一塊... 這一塊... 其實像是一些... 亞伯的形態... 人形MVC的東西... 麻煩的樣子... 好奇怪... 樣子... 嗯... 最後這一隻... 應該是豆粒菇喔... 我猜應該是豆粒菇這隻... 不過就很醜... 他就... 遠看啦... 就這樣看啦... 你看不到他的五官啊...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 你現在豆粒菇其實是一個... 類似菇的人形的精靈... 但這一隻就看不出啦... 好... 下一個就是... 這隻很帥... 哈哈... 這隻大醬油很帥... 對比現在的大醬油... 這隻大醬油... 是比較外下外下的... 有點傻傻的... 下一個就一定是搞天狗啦... 你看他的鼻子就知道啦... 鼻子... 還有身體... 還有穿著木脊... 一定是搞天狗... 但這個搞天狗... 看起來都...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啦... 不同... 這隻比... 這隻好看很多... 這隻就一般... 左上角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左上角這個... 大腳白的造型... 應該沒有寵員在用的... 好啦... 沒什麼可以平啦... 好奇怪啦... 右上角... 應該是蒼蠅... 蒼蠅吧... 蒼蠅啦... 沒什麼好評很奇怪啦... 然後這個是什麼啦...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個類似數碼暴龍的... 幼年... 幼兒體... 幼年期... 幼年期的東西... 那這隻就買老啦... 沒記錯... 跟現在一樣的... 好... 下面那些... 熟悉的面孔... 變色龍... 這個... 鯨魚啦... 都是熟悉的面孔... 不過呢... 有一點點不同的... 都不可以說有一點點不同啦... 是很大的不同啦... 好... 這個... 超力王啦... 那... 這裡應該三個階段吧... 因為原本... 幕下歷史就應該只有... 這隻就是幕下歷史啦... 然後直接進化到最大的這隻... 但就沒有這個形態... 我猜這個形態應該是... 最低那隻的形態... 其實都蠻有趣的... 如果是三階的進化... 即是一二三的進化... 但現在就變成這樣... 一二就沒有啦... 還有它的外形呢... 雙破手來做圓形啦... 但應該是現在那隻比較好看的... 好...下一個啦... 非常之模糊... 這個... 都不知點評啦... 總之就是一隻兔仔... 一個人形... 像是... 第四代的兔仔... 然後下一個... 就是... 就是... 超懷星啦... 然後這一塊又是什麼東西呢... 這塊... 這塊...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啦... 奇奇怪怪... 這個外形... 感覺它不像是在抄襲任何的... 物體... 動物... 建築物... 不像... 不像在參考什麼... 這個就... 一定是植物來的... 這個外形應該很多都是這樣啦...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評啦... 然後這隻... 剛才說過啦... 這隻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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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感覺這隻兔仔要改良了... 多一點會好看一點... 現在這個... 眼睛比較一般... 感覺這隻兔仔... 其實是一些狡猾兔來的... 好...下一個... 下一個... 這棵樹... 這棵樹... 我覺得這棵樹... 這棵樹... 一棵... 一棵木啦... 一棵木... 然後上面生了一個葉... 然後這個... 類似蘋果的東西... 對啦... 應該沒有充... 原容它的... 如果把這個圓形... 這個東西減小一點點... 我覺得OK... 它好像一個小丑的鼻子一樣... 這個... 下一個... 好... 那下一個呢... 就是剛才... 有展示出來的一些圖... 但是呢... 它就有打到這個Discord... 這個應該是它那個... Discord群組啦... 就是... 可能討論一些情報的東西啦... 對啦... 也都有一些呢... 是未見過的... 遮住了的... 我... 後面呢... 好... 好啦... 那就是... 有其他的圖啦... 第一張阿卜梢魯看了啦... 這個就未看啦... 這個應該是一些電器來的... 電器啦... 第三張這個就像是... 諾托姆那種電器啦... 諾托姆那種電器... 不過就看不出什麼電器... 像水壺... 老實講...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那隻超能珠... 這隻就是超能珠... 和彈彈珠... 這隻超能珠的感覺就... 老實講... 但... 這一隻蛋眼罩 niche 好看的... 這一隻蛋眼罩 bonuses's to be nice! 這個蛋眼罩 JUL cp umm... 至於這隻綠色的 Genesis... 不知是什麼... 這隻綠色的東西... 那我們... 下一隻啦... 都不適合好評欸 很極臭... 對啦... 下一個應該是 電屬性的鞋... 好像就是講過了... 河心猩是什麼星星啊... 奇奇乖怪... 蛤,這個星星減什麼樣子,其實很醜 下一個,一個雪人,你看到一個雪人的樣子,然後加了一對翼給他 一個雪人加了一對翼,類似蝴蝶一樣,都是意味不明 下一個就是有一些圖鑑的編號,還有說描述的 描述的,這一堆字應該是說他的開發時候 或者開發這隻東西的時候,對這隻有什麼描述,有什麼感覺之類 其實這隻好看喔,這隻好看,但這隻為什麼這麼醜 還是兩隻來的? 不是,應該是同一隻來的,OK,不理那麼多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兔仔,然後那棵樹 這個像那隻化石,老實說 然後下一個,這隻就實有圓用了 這隻就看它坐姿都知道是誰 就是那隻西絲,深屋的西絲 很像,不過它的樣子是怎樣 比較慘,跟現在西絲那隻相差很遠 然後這個,會不會像牛蛙軍 我稍後再看看這個日文是不是 那個牛蛙,就是這個蚊香蛙的進化 下一個,這一隻,你看這張圖 一般的,但是看這張圖有幾個人 這張圖和這張圖是不同的 可能這張圖比較真實一點 不過,我想Pokemon要採用你那隻寵 參考了什麼 而這東西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價值 感覺,有些寵其實不是不好看的 但可能你一眼看下去 你不知道那隻是根據什麼 我想Pokemon會看這東西吧 因為這裡大部份是廢棄的 你也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OK,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有一些寵物來看 左上角這個,逐個逐個看 火箭雞,然後這一隻一定是火焰雞 很厲害,像素馬布龍 好實說,像素馬布龍 接著這個是不是水屬的禦三家 不知道是不是水屬禦三家 就像蛇一樣 然後這個是剛才所說的 又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塊,這一塊其實像是深門的 卡牧草屬性那一隻 下一個,下一個這一朵 花,這個變成人形的花 普普通通 這個也是普普通通,沒什麼特色 下一個就是這一隻 剛才看過的草藝那一隻 嗯,普普通通 這個,深林色的 大家都熟悉的 挺有型的禦三家之一 好,是不是貓 這裏出來了 歐雲眼 這裏出來了 然後這隻就不知道哪一隻 這個像不像最新珠子的草藝那一隻 我覺得有少少相似 對,有少少相似 然後後面這一隻 就應該沒有寵圓融的 剛才也看過了 這隻 然後這裏有一棵木 這裏有一隻兔子 這隻兔子其實挺有趣的 但是它左手面這個 我覺得太噁心了 太噁心了 好,賣路 見過了 土狼犬 這隻土狼犬挺有趣的 就是土狼犬這一隻 它反而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土狼犬不同 就是它這些比較有 真實一點 真實一點 不像一些卡通可愛的畫風 好像一個龍骨的東西 好奇怪 OK,看完這一項 我們看下一個了 下一個比較齊全一點 我們可以看多一點 我選一些沒什麼看過的 就來講一下 這裡有一隻恐獎 這裡有一隻恐獎 據我所知 Pokemon有沒有出過恐獎的外形 就是它會開屏 好像沒見過 有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有見過 下一個是海豹球 海豹球 海豹球是有的 現在有的 但是這一隻呢 這一隻像是海豹球 但是也像另一隻寶石的那隻 就是吞食獸 毒屬性那隻 有一點點像 這個應該是熱帶龍 我猜是熱帶龍的初稿 好,初稿 這隻呢 這隻像蘋果龍 這隻像蘋果龍 真是劍盾 劍盾蘋果龍 這裡有了 珍珠貝 但是這隻珍珠貝為什麼這麼醜 珍珠貝很醜 然後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進化體 這隻像卡布奇奇 是不是卡布奇奇 有一隻水系那隻 好,下一個 這隻就是蜜蜂 蜜蜂 類似乎蜂眼 就是蟲 蟲系的眼睛 然後進化就變成了這隻蜂 不原用的 這隻沒有原用 這隻是不是又是進化體 應該是他的進化 我猜 你看他的外形 其實跟他應該有點相似 下一個這個三個型的東西 沒什麼特別 還是很醜 好,這個土居 這個叫不貴的鬼蟬 以及極高速的蟲 這裡 有一大堆 就是對應一些編號 還有有前有後的 也有名字 蠻厲害的 寫了什麼名字 這裡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有些也看過 有些也看過 這個就是御三家 右下一個就是火節雞 然後這個就是蜥蜜 蜥蜜 然後這個水是兔子 然後這個是寶石版的測試版 寶石的測試版 OK 沒什麼特別的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一些版本的流出 以往的流出 有些是以前的 就是一些廢棄的版本 但是這裡就沒有寶石 沒有封圓沒有寶石版 所以我這裡就飛過了 謝謝 謝謝